本集中的投資產品 Aelix 如何看待呢? 歡迎大家來到保育頻道 智者不惑的嘉賓 上次見過Aelix 今天是第二部份 我相信如果你是從事保育業 你會有興趣 因為今天主題是 在高息環境下 保單是否是一個好的投資產品 Aelix 如何看待呢? 保單究竟是甚麼投資產品 我們要明白保單傳統上 最主要第一個功能是保障 而保單作為投資產品 其實都是20年來發展 投資雙年保單而所形成 所以基本上先問一件事 究竟客人需要保障 還是希望在保單中有投資收益 一句就已經說到我們的重點 是中機 保單不單是投資產品 絕對是一個理財保障產品 沒錯 所以大家在先講投資回報前 先講究竟現在的保單 是否真的能夠處理到 客人的保障需要 沒錯 這是一個很正統 亦是十分正確的答案 不過正統歸正統 在一個高息環境下 上次大家都知道 所謂高息其實也不是很高息 不過現在美國 大家亦看上次都說了 可能很大機會去到5厘的水平 這跟我們一般在香港 傳統銀行保障單來說 都大概在做不同的匯報 大概是5厘到6厘的匯報 有人會問我們 既然我放錢去買美國債券 甚至乎今天很介意 最近三個月我走去任何一間銀行 很大機會 4至5厘多的港幣存款 基本上都不是難找的 沒錯 為何我盡要去做保障單 當然第一件事 如果我們在一個保障範圍 裡面我們傳統上 有些儲蓄保險可能已經說 十年二十年以上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短期 因為美國的息口上升 而造成短期我們在銀行的存款上升 這個絕對不會是未來兩年三年 持續可以是一個高息環境 相反來說 如果我們看看下一張保障單 因為它本身的投資結構裡面 是一些長期的債券 所以在這段時間 反而如果它投資的組合裡面 有一些中長期的債券 它可以持續一個 中長期較高的息率回報 這是可能的 所以如果我們作為一個短期的理財工具 當然今天我們看到在金融市場 銀行裡面的短期存款可以高息 不過相信可能過多六個月九個月 當我們看到加息週期見定 甚或可能在今年年底 春年年拖開始減息週期的話 我們過去三個月看到的高息環境 特別是散戶 在銀行拿到一些短期的存款 應該就開始會改變 對 似乎可能你去銀行 5厘的存款利率 未必可以維持太久 對 上次我們說過 我們估計到今年大概第三季度 應該會有一個不同形式的調頭情況出現 對 到時可能保障產品就跑出來了 我相信到時保障產品要看回類別 因為如果我們看傳統的保障產品 我們的保單裡面是有保障易金值 所以無論息口高低 我們只要保單持有期越來越長 客人的利益會一直向上 但相反來說 如果投資商連保單 就要看回金融市場的表現 我們裡面的組合可能有股票、債券或凝類投資 所以兩者處理保單其實不一樣 不過簡單來說 假如客人本身是以保障為重的話 其實傳統的保單的投資風險 其實是交在保障公司 相反 如果是投資商連產品 投資風險在客人中 兩者之間要分開體力 大家都知道在投資學上 最難找的就是沒有風險的投資賃金 沒錯 根據伊律所說 可能將風險交給保障公司 也是最佳的免除風險方法 這是看回我們的理財需要 沒錯 另一件事 剛才提及的是傳統人壽保障產品 其實在市面上 很多朋友業界都做了很多 投資商連產品 這產品在公司環境之下有甚麼影響 投資商連產品 當然你的投資組合是由客人自己篩算 而當中在過去一年 其實出現的現象是股票和債券一起倒退 而這裏的情況是因為環球市場 無論是政治和經濟 都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一年 是作為2022年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持有的投資商連產品 過去一年的累積表現其實一定不好 雙位數字的下跌亦會出現 但如果在這個處境下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我們的投資組合 就不只是看過去 而是要看看將來 究竟不同的區域 例如歐元區、美元區 不同的地域 可能是美洲、歐洲和亞洲的經濟 而考慮資產配置 這是少許題外話 你個人的看法 2023年哪個地區會比較優勝 如果我們會考慮到 美國的加息持續 已經到了差不多一年時間 累積的升幅已經是四厘二、五、四厘半 相對於美國的消費動力將會轉差 在這樣的情況下 估計美國今年的下半年將會進入經濟衰退 因而影響投資表現 而相對於歐洲的情況 較美國為好 其實最重要的地方 那個累積息率的加幅少了兩厘 所以如果我們說西方大國 要發展中國家 歐洲的表現會比美國好 但如果輪到亞洲 大家都知道 經過我們二十大之後 亦都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完之後 中國是一個新的經濟策略 重啟經濟 所以估計 2023年中國的經濟 將會出現一個報復式的反彈情況下 當中國經濟暢旺的時候 亞洲出口市場會轉好 2023年我們的投資重點應該是亞洲市場 似乎大家將重點去到東裔 對嗎? 對 我們在中國 因為中國好時 香港也好 也要看回中國 其實很多政策 這兩年收購的政策 2023年會開放 所以要看到平台經濟 將會有機會發展的情況下 香港今年的股票市場表現 相對去年將會好很多 大家聽眾聽完之後 因應自己的財政能力和風險評估 做出自己的決定 另一方面 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問 為甚麼 因為現在市場上 很多人買了債券的派息基金 上年真的不幸運 因為債券市場有很大的回調 現在2023年 你對持有這些基金的朋友 你有甚麼建議給他 第一件事就是債券基金 或者是股票基金 作為一個排息基金 你要先看看 它本身的資產淨值和金融的表現 是怎樣 那個表現如何 和經濟有直接相關 所以假如我剛才說到 美洲、歐洲和亞洲 相對經濟增長 將會在亞洲市場 排息基金應該未來的投資組合 亞洲比重看高日市 但如果我們看看歐美市場 應該兩者之間 第三季如果美國經濟出現衰退 可能資金會暫時短暫 偏向歐洲的經濟 至於債息 債息實際上 當我們見到息口見頂的時候 等同債券價格見底 所以其實在去年的第四季十月 主要的投資銀行 已經開始分斷增持 所以估計今年的債券基金的表現 相對去年將會有脫胎換骨的表現 如果大家看完之後的時間 在股和債裏面 可能做一個不同 自己本身需要的平衡 如果有問題的時間 當然不要自己本身去想 徵詢一下大家的專家意見 另一方面 有一件事與Elas先談 為甚麼呢 今日無故在報紙上發現新聞 今年稅務局收到230萬份報稅的填報表 原來比上年少了30萬份 估計是甚麼 可能有10萬人移民 可能經濟有問題 令一班人跌離稅網 對 移民似乎是我們香港這幾年 一個很重點的話題 在高息環境下加上移民 賣保單有甚麼要留意 我想最重要是移居移民 過了1883天之後 相關香港人的稅務居民身份開始有改變 如果因為這樣 他在香港持有的資產 就要好好在離開香港之前 無論是一個短線的離開 我過去可能是5加1 或者是其他安排 還是可能是永久居留在其他地方 事前要有足夠的時間去籌備 因為當離開香港 在其他國家落地之後 在香港應該離港之前要做的事 如果沒有做到 可能他就要恩若很多不同國家的環球徵稅政策 他們未來債務交稅的責任會很大 他們可能是不同程度的財務損失 所以這方面就要好好先做功課 沒錯 保單在哪裏簽都很重要 沒錯 因為在哪裏簽 作為一個未來的海外資產 這是一個重要參考的佔法地 又或者保單上有多少現金紅利成份 都影響到稅務上的問題 那會有資產增值稅的因素 亦是要研究的 另一件事是哪裏呢 假如大家真的去移民 你記得最近香港保險業界 很多公司相繼出了多元貨幣保險單 這個多元貨幣保險單 你自己是怎樣去演繹 我當然知道市場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都有不同的貨幣轉換功能 但我們要考慮一件事 如果客人主要的居留地是香港 主要考慮的保單貨幣 當然我們傳統上就是港元和美元 在港元和美元掛鉤的情況下 基本上港元就等於美元 但是過去兩三年我們看到人民幣保單 香港的發展就開始上升了 所以在大灣區未來發展的情況下 人民幣也是一個理想的貨幣 因為我們所說究竟一個什麼貨幣 作為一個保單的基礎最理想呢 就是在我們退休之後 究竟哪個貨幣作為我們主要的消費貨幣 這就是我們的選擇 所以假如客人有移居移民的需要 如果是一個確定性長期的安排 他們保單的貨幣應該是有轉換貨幣的選擇 保單是佔優勢 而這也是一個理財的功能 我似乎香港保險公司的觸覺很快 看到整個市場都在改變 還有Illix提及過這件事 相信在現在或未來的保險公司 都一定將貨幣放入一個主要的考慮因素 亦是客戶的需要 我們是回應市場的需求 這是一個理想的業務發展方向 好了 到這段時間來說 多謝Illix在第二部份分析到 在高息環境下保險單上 作為一個投資產品 所謂危雨肌 沒錯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更深入Illix 先預告 未來的時間 我們會直接踩到 在高息環境中 很多人很擔心的保單融資 甚至保單的按揭 其實在這個環境之下 究竟我應該怎樣去看這一類的產品 好嗎 留待的答案在下一次 我們未來的保險頻道 我們致謝不華 和大家再分享 好 多謝大家 拜拜